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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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呢,当局就没有时间表 但是基本决策就停了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业界了 就是做开活鸡生意的朋友 就是街市的摊档 政府有没有考虑如何补偿给他们 我觉得现在政府就是要争取他们支持 有一个补偿办法 或者是转业 或者是加上别牌政府 逐步收集 逐步收集之后 政府将来一旦推行 阻力就会少一些 居民基本没有意见 当然拜神那些是什么呢? 这个是另一个层面 到时技术上又要解决一下 另一个层面 澳门为什么一早就 就是养鸡行业全部都骗杀了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然我们今天有没有条件呢? 没有 但是如果将来橫禁周年开发 有没有专攻澳门的养鸡场呢? 可以考虑吗? 不过大斑刚才说到 我又补充一些资料 其实确实应该是 2005-2006年时有禽流感的时候 其实当时澳门还有一个养鸡场的牌照 但是当时因为考虑到禽流感方面 政府容许养鸡场的牌照 变成一个中央图载 其实当时这个牌照转型之后 现在都是供应着一些五星级酒店的冰鲜鸡 每天都过千只的冰鲜鸡 其实这些即日汤即日送到酒店 全过程都是用一个冷藏运输的 其实质量确实去到五星级酒店 大家都相信就可能吃不出 但是确实大斑提出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有时在街市看到的一些冰鲜鸡 似乎新鲜程度就有些差异了 按照民主的文本说 一些冰鲜鸡可能可以放到最多 三到五天 甚至乎有效期是八天的 其实放完八天的鸡和放完一天的鸡 大斑是不是分别就是这里 怎样有真真正正好的冰鲜鸡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都想再请教大斑 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风险的问题 当时我们过去十年前 大概面对H5N1 当时如果这些鸡感染了H5N1 就会发生病 就是他们会大量死亡 就比较容易发觉 但是现在H7N9 因为它在鸡脊上没有任何病征 如果感染了人 他们的死亡率也达到三分之一 那么多 所以现在就说 这种H7N9 鸡就算感染了这个病毒也见不到 或者至少很难发现 除非我每个人都感染了 那就是中间怎样平衡这个风险 以及怎样有些好一点的冰鲜鸡供应 而不是放了八天的 和放了一天是不同的 所以将来我们也有些标准的 比如说六个小时前 刀了冰鲜拿过来的 或者六天的那些 应该是一个级数的 是吧 我相信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居民的口感是最重要的 吃下去有鸡味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澳门今天的问题 你滴不过周边的珠山河地区 你鸡种的供应 还是不够多样化的 就是木鸡多过靓鸡 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说 不如我们上去珠山河吃鸡吧 虽然我相信有相当的居民 都喜欢吃活鸡 不过其实也有个数字 给大家参考 澳门现在每一百只鸡里面 食用一百只鸡 大概六十只就是一个急冻鸡 另外二十就是一个冰鲜鸡 另外二十才是一个活鸡 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方向 包括这个报告 杨先生你怎样看将农的发展呢 社会变迁时代的发展 如与红掌呢 不能够两者兼得的 关于冰鲜和鸡冻鸡 其实我有做餐饮的 很多中小企 有些普罗大众会顾的餐饮 坦白说会顾鸡的价钱 大家知道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自发去用冰鲜鸡 或者是鸡冻鸡的 其实客户分不分得到呢 我相信 看烹调方式 是的 看烹调方式 如果炸鸡就真的 很多茶餐厅长期都是用冰鲜 或者鸡冻鸡 我都去街市买的 有巴西鸡 有美国鸡 它价钱都差相当多的 其实一早都用的了 对于市民来说 我觉得选择 安全旅游城市 达班都讲过 你不能够面面俱缘的 是要作出选择 不过说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觉得市民来说 没什么所谓的 政府政策 你制定出去是专手的 但是我发觉两点问题 第一就是达班说的 对做活鸡生意的 它没有了那个洞口 这个怎么处理呢 我相信到时候推广的时候 落实的时候 反对最前线是这些 因为它切身利益的问题 因为虽然政府就说 给它们卖冰鲜鸡 但是如果你说卖冰鲜鸡 我相信在街市里面 卖冰鲜鸡的竞争力就差了 街市选择太多 巴西、美国的价钱 你好像有些超市 一定比你的洞口便宜 它的来路啊 它的成本 坦大到市场上 市场上大了 另外一个事情 政府做任何事呢 现在的趋势是资讯 好像这只冰鲜鸡 和活鸡之间 又是没有既定立场 将它的拼球 把市民踢回 只有自由选择 你们要不反对的 你们要赞成的 这个我觉得 都是缺少承担 和决察精神 城市發展取捨之家 怎麽會磨零兩可交給百姓呢 這個權威是哪裏 我覺得是關注這個問題 不過兩位嘉賓都說得很對 政府尤其可能是 要推出一個冰鮮琴吹鬥活琴 他的公共目的肯定是出於公共衛生 如何將琴流感方向降低 不過似乎是不止澳門的 兩位嘉賓香港大概十年前 都一樣做了類似的諮詢和研究 其實香港得出來的結果 都是他們說中間都不會有中央徒載的 都是以冰鮮琴取代活琴 不過到了一天風險控制不了 但是等了十年 香港和澳門似乎都未有下一個情況 或者我們今天看到冰鮮琴 暫時就在這裡 我們要聽聽謝小姐的電話 謝小姐你好 你好,林先生 有什麽話題和我們談?請說 我覺得活琴 是一般市民都喜愛吃的鮮雞 因為冰鮮雞我也有吃的 但是冰鮮雞真的沒什麼味道 正如市民說是比較煤的 但是怎樣才可以做到那麵氣味 有件事真的想請教 我也看到 包括我自己有時幫家去買 超級市場買到的冰鮮雞 新鮮度是差一點的 但是其實現在的五星級酒店 或者一些高級的酒樓 其實全部都是用中央陶宰 即是那些雞也是有冰鮮處理 不過當然他們可能就是 即日陶宰就即日去吃 感覺到新鮮程度 或者肯定就會新鮮很多 不會你們感覺到那種煤 其實是不是這裏也是一個問題呢? 但是問題上 他那個冰鮮雞運進來我們澳門 他是湯了多少天呢? 是的,這個就是你們擔心的 這個重點在這裏 他不會不會立刻 今早做了一大堆的湯 我就馬上拿來街市買 今天是趕不下的 如果做得到 你覺得其實新鮮度是不是會好很多呢? 如果在這方面 譬如他昨天湯 他今早早運來 我覺得就是一晚 應該也不是這麼大問題 但是你說如果兩晚 就真的不行了 但是謝小姐 我要告訴你 澳門的冰鮮雞一般是三到五天 最長的保鮮期是八天 是不是覺得如果去到八天就真的不行呢? 真的已經沒有味道了 那隻雞不用問了 怎麼吃呢? 所以可能就是市場的問題 謝小姐是不是?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要了冰鮮雞 幾十歲的那些 正如那些老闆 他們有些所記 每個人已經五十幾歲 有些甚至乎六十歲 他們才找到事情做 嗯 怎麼找到事情做呢? 他們謀生是一個問題 就來父親節了 爸爸的責任有多大呢? 那麼大家可想而知 嗯 謝小姐 這個我很理解的 又換了一個角度 譬如政府也是考慮到一個禽流感的風險 公共衛生的角度也重要 當時 我記得沙士的時候 大家都經歷過很慘的時期 你覺得在公共防疫上 政府應該要怎麼做? 減少這個風險? 其實當年2003年 這個沙士 我覺得它是不是一定是由雞傳染出來的? 不是 沙士肯定不是的 沙士就是他們應該是蝙蝠 或者果子尼那類的 但是其實如果禽流感 一個疫情的爆發 你覺得在這方面會不會擔心呢? 如果有疫情當然會擔心 如果將疫情跟新鮮雞、冰鮮筋來比 輕重 當然我們又要冰鮮雞 假設說到疫情 我們不可能用命去餵食 一直吃新鮮雞 不過謝小姐說出一個問題 這個這麼專業的判斷 可能真的要一些專家去做 哈哈哈 我們沒有理由斬腳趾鼻沙蟲 現在我們不是爆發禽流感 我們有很多檢疫 我們可以加強檢疫 防曼未然 防曼未然 是不是? 我們每晚 每晚在街市 我都看見他們把雞都剃掉 而且洗得很乾淨 其實日日清已經走了很久 應該都是由2005年 當時H&M一開始 其實澳門是先走過香港的 日日清 對,我覺得日日清是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我們不用日日清呢? 現在正在做的了 現在正在做的 對,不要給丁鮮雞 我們真的不喜歡吃丁鮮雞的 實話說 好,謝謝謝小姐 意見過謝小姐也說出了 作為一個居民的很多感受 其實始終都是新鮮雞 但是如果真的控制不了 或者疫情和這個比較 始終又可以 可能要犧牲一下 最好是天下太平 是的 包括土地 什麼都沒有 或者我們聽到一個居民電話 就聽聽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請講 大班,你好 你好 老衛先生 鄭先生,聽你說 楊先生 不好意思,你剛才說的飲食 我有件事想問 鄭先生那位小姐說 不是,是要新鮮才能吃 請問澳門的酒樓 有很多人會用新鮮雞 如果用那個都會被行家罵 差多少錢 首先我先說一聲 我今天去夏環街買了一隻冰鮮雞 36元找回2號 我走去營地街 看一看那個冰肉當 我賣回同時是那個牌子的冰鮮雞 四十幾元 上下到五十元 嗯 你說差多少錢 那個超級市場要付租的 那些營地街市 任何一個街市不用付租的 嗯 所以不知道你們三位有沒有聽過 我們現在的街市就變成日式了 鄭大班所說 林先生,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叫日式 日漸式微 是的,是的 鄭大班,我又再說一件事 你就是文物的 我想問一下 你經常說鄭什麼 鄭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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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馬國上街的那幢圍牆 嗯 我一而再再而三這樣 為我們的文物向文化局反映 和在你們的平台上反映 我說那幢牆就快被貨車撞壞了 嗯 他說我教他 不如你好像 星羅薩那樣 那個古圍牆 交連著他 封一封他 他說不用 原來我為什麼要看他不用呢 第二天我去看看 原來他找一些卡 卡卡 游一游他 然後現在又變回一些泥底 證明是又被貨車撞壞了 嗯 他那些大泥頭車可以走那裏 鄭君寧 卡過 我知道 那個土場 大泥頭車 大泥頭車可以走那裏 是的 那你說是不是快要倒閉呢 嗯 那怎樣保護文物呢 還未至於 那待會給時間 好快就快 不要緊 陳生還有其他意見 或者這裡我們待會給 還有一樣 請說 還有一樣就是 那些昨天那些莊河 博彩業從業院莊河 他說在那簽名 不准進外勞 嗯 不准進外勞 這個問題 我給少許 進入他的狼業 是吧 給少許意見 這班哥哥仔 你就不要 特區政府 由02年跟我們說 我拉車尾去開會 當時那個最高領導人說 我們是不會進外勞的 不該 沒有人培訓 你們跟我們培訓 朱凱已經在培訓 你們在培訓2000人了 所以我們害怕 我們那些領導層立即開 訓練班 一直開到現在 那就糟了 原來不是外勞欠我們的飯碗 我們那些老爺 當時奧漁職那些老爺 六十歲就被人單方解約 原來是澳門那些小朋友欠我們的飯碗 明白 我們學歷又不夠什麼 不夠正 就是被那些不停離 那些搶了飯碗 現在今天 到你們這班小朋友 你替人頭 人亦替你頭 第二次就是 下一班的澳門人欠你的飯碗 OK 多謝 OK 還要再說兩句 快一點 快一點 陳先生 好啊 所以我希望你們那些小朋友 跟特區政府合作 不要每次搞 搞成 我們就是這樣 跟公司打扮 所以我們這六十歲的長者 在這行業 就不能站了 十幾年來的變遷 大家都知道了 OK 多謝陳先生的電話 或者我先去廣告 回來再把麥克風交給兩位嘉賓 跟我們評論一下 多謝 我們開講的現場 我們今天是開放話題的 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跟我們交流發表你的意見 剛才陳先生也提到 鄭家大屋的胡桃場的問題 大班 你的理想 我剛剛先是上幾天 嗯 即是六月份的 第一個星期六 嗯 是國家文化遺產的 嗯 我先剛剛去鄭家大屋 是 再去看看這些對比 嗯 識食識衣 不讀識財 還識福 求名求利 必須求己 免求仁 嗯 這對聯呢 我已經讀得很熟了 也希望澳門的年輕人 去到餘慶堂 去唸一唸一唸一句 有這麼的危機 嗯 雖然江頂呢 聖奧斯也是定堂 旁邊的那間小屋就有問題 是 不等於 土場呢 其實 早八九年前 對面的地盤呢 政府能夠跟業權人商量一下 走一趟 路的馬就寬很多 是 但是現在呢 沒辦法了 對面也建了大廈 是剛剛去了一個新的大廈 兩個夾了 在中間很窄的位置 那麼那個土場呢 你又不能夠不讓貨車經過 其實那裡甚至乎是有巴士路線的 是的 巴士也是剛剛能夠過的 所以呢 是 內不中呢 那些場呢 嗨卡一下 嗨卡一下 又不等於鄭家大屋呢 整個結構有問題 嗯 所以呢 我們都應該解釋清楚 嗯 那麼說到鄭家大屋呢 其實呢 我都曾經跟政府建議 把靈魂放回到鄭家大屋 嗯 怎麼樣 鄭觀映先生的帳 嗯 現在還孤零零地放在被賭場包圍 原來的藝園一個角落 嗯 很多遊客去鄭家大屋呢 找不到主心骨 如果把那個帳搬進去 那就是前後去呢 我都是當事人之一 那麼呢 遊客來到呢 有一個靈魂 那麼我都看到遊客呢 來到有時候呢 都唯有在余興堂上拍照 照片好像有 不過真的有 帳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有個帳 真的放在藝園 老實說 我也想不到在哪裡的時候 你也想不到 真的需要 不如搬回到一個 還要啊 應景點的位置 當時有條鄭觀映大馬路的 嗯 為了博出業 開放整個馬路沒有了 嗯 所以呢 如果將來呢 政府是考慮一下的了 嗯 所以呢 澳門的歷史偉人 嗯 鄭觀映呢 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我們怎樣 對老先生 有些崇敬呢 嗯 也都是 是澳門之綱來的 其實也對的 也不是說什麼 把現有的事情去整合 是 另外剛才陳先生也提到一些 博彩業的就業的問題 楊先生你怎麼看呢 剛才陳先生提到那個博彩業 那些年輕人簽名 就要求不要輸入 這個態度政府一直都強調過的 其實有議員提出了之後呢 政府也公開說了 都是不會輸入的了 有一點要留意 任何花舞白日紅 任何一個行業 包括人家包贏不輸的賭場 都會走下坡 嗯 那麼這個社會發展的規律呢 長江後浪推前浪 好像當年奧瑜 那些老人家退休 被年輕人取代 這個我覺得呢 講法比較片面一點 嗯 畢竟年輕人成長也有工作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內地有媒體報導過 澳門至少這兩年前的數字 二萬五千隻 只是懂得左右的手 在做什麼呢 在排牌 那麼他形容比喻就是說 肩不能單手不能提 兩隻結婚就生了 一兩個嬰兒 又供樓又供車又生活 假如這個博彩業繼續走下坡 當然啦 現在金剛大道的賭場一開二 是台數等等 場地達了一倍 但是他做生意 任何人都是的 賭場、餐館 哪怕是小法 都是量入為出的 我沒有可能無限指去請人 是沒有排牌 出糧給你的嘛 年輕人成長 畢業生 出到社會 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 那些中老年 五十多歲 六十歲 就像我那樣的人 賭場都可以逐步淘汰一點 即使不輸入去 但是有一點在澳門都很特殊 你和周邊新加坡 韓國、日本、菲律賓、緬甸 包括現在的柬埔寨 不要說美國了 我們這個河姑 我們又說 我們中客是博彩旅遊城市 其實那個人民素質都是要提高的 嗯 可能主持人 透過你走進賭場 看一看 跟美國拉斯維加斯 當然我們不是推崇美女形象 不是說澳門也不行 其實有些事情都是要於是驅進 趁著這個調整期 作為一個改革 這樣更加有利於澳門博彩業的發展 不過楊先生提到 我補充一些數字 根據統計局 2015年第四季的數字 博彩業的全職人員 大概有56,217人 當中的可觀 就有24,690人 25,000左右 但是關鍵 其實已經比上年同期 就是2014年的第四季 是跌了4.4% 沒錯 本身它的數字確實減少 在去年的第四季 但是也沒有任何的可觀空缺 大家怎麼看呢? 我剛才為什麼再提一次盛世危言呢? 為什麼讀一讀這隊的抱柱聯呢? 識食識衣 不讀識才還識福 識福啊 兄弟 求名求利 必須求己免求人 包括澳門 不要一直說 爸爸媽媽大陸放水放水放水 始終我們是在一個世界裡面 有競爭的 儘管中央很照顧我們 但是沒有可能說 將來全世界遊客 都是來澳門 不許去全世界而已 是不是? 周邊的競爭 大家也看到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必須求己免求人 當然啦 現在難節 是可以的 但是長貧難顧 如果經濟畢竟蕭掉下去 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是盛世有危言的兄弟 那大家真的要認識福了 或者聽聽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李小姐請說 我想看看 我講完我想講的問題 還有沒有時間想講講 香港林榮基一國兩制事件 你講到鄭先生說 他說提到幫頂性好施定教堂的問題 性好施定教堂就去年九月 五月就檢測 九月就維修 短短金小時間 就已經倒閉了 拿渣廟後面的古城牆被人塗鴉 我想問一問 如果你的傳染病大流 就能夠維修到這麼近 古城牆是400多年歷史的 這麼貼近 只有幾米的距離 你用什麼來擔保 你看到澳門沒有高官問責 他又賴下雨 又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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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好 或者鄭先生這樣說 將大流可不可以縮小的面積 距離古城牆 或者退後100米 或者50米 那你就確保 因為你的維修其實是這麼差的話 你是對我們的文物 其實是一個破壞的 明白 這個問題就很難明白 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澳門基金會那裡 我覺得吳國昌的提議是相當好的 與其每年給了什麼工聯、街眾 那麼多億、那麼多億 他們最慘的會計帳目是不公開的 我曾經有朋友說以前 在某最大的建制社團 現在已經榮優了會長 在Facebook網頁 跟他說 你們可不可以將會計帳目 每年公開給市民看 沒多久 這個榮優的會長 立刻和他不友好 不絕交了 那你說 其實這些建制社團 是不是裡面拿了這麼多億 是不是那些帳目有些問題 所以一直都不肯公開 現在吳致梁把波子寄給他 但是我們市民為什麼最不患呢 你對老人家的養老金 你是用精算師來做 表面上很公道 但是為什麼你對這些社團 你不用公... 講了一次 不好意思 第二個問題 你都是寫社團 我給你講的沒問題的 你繼續吧 你講完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還有個問題 你也是公聯分會者的同分 但是我... 李小姐 我今天以個人身份上來的 我都容許你個人的 你不用再來兜他 都是一個問題的 你跟瓜姐講講 我沒有你們公聯的會計帳目 都公開給市民的... 李小姐 很坦白 我沒有辦法代表公聯的 但是你的意見我們聽到的 OK 那你是不是還有第三個東西想說 還有我想說 請說 我不可以將你的基金會 那些... 譬如分給你們那些 撥回一部分 給社保基金那裡 那變成... 李小姐 簡單來說 我要講清楚的 因為你想說 現在博彩特別稅有1.6% 是不是這個調整 要放回一定的% 放回社保基金 這個方向 沒有個人認同 可以立法 其實根本就是這樣的衝作 不是給誰的 不是給誰的 給社保基金 那你最多的養老金 就不需要這樣 一個長遠的保障 明白 明白嗎? 是的 另外再講講 那個... 要快一點點 李小姐 你用了很多時間 我想問一問 現在林寧基事件 他今天在香港說的話 那麼呢 那麼你... 那麼你... 在大陸說的話 又是另一套 我想問一問 一個人意放在大陸 一個在香港說 那麼你覺得 哪方面是可信的呢 我希望自己反思一下 其實... 一國兩制 其實... 走到現在 是不是大家都要想一想 嗯 是不是 OK 哪方面是可信一點呢 究竟林寧基 他在香港說的話 我相信一點 還是在大陸說的話 我相信一點 OK 多謝了李小姐 有三個意見的 我們還有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請說 楊先生好 鄭大班好 嗯 因為有... 借你一點點時間 講題外話的 沒有 今天沒有題外話 請說 Sorry 那就好 那不是Free Friday 是的 OK OK 謝謝 Free Friday OK 那麼就在星期一的時候呢 因為講這個海關的問題呢 嗯 我打過電話上來呢 就講我的好同學 不幸信激的賴敏華 關掌 嗯 那麼可能我的表達能力比較差一點 嗯 所以呢 有些同學就說 喂你好像說 有一點點曖昧哦 那我現在再重申一次 嗯 我跟這個好同學 老同學 嗯 是很清楚 他的人呢 是盡忠職守的 嗯 廉潔逢工的 嗯 他的不幸殉職 可能因為種種因素 我也都不去推測了 嗯 絕對呢 他是廉潔逢工 絕對是忠於職守的 收手 對澳門一個損失 嗯 當然他是個人的不幸 他是家庭的不幸 OK 他是社會的不幸 OK 講完 現在講回我今天想講的東西 嗯 那麼上個星期 我跟這個平台裡面呢 就跟禁煙問題 跟這個蔡錦庫理事長有過交流 嗯 他講這樣講那樣 那講完講完 嗯 那麼他講漏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我問了他沒有回答的 就是為什麼酒店可以 有保留吸煙房的 或者流程的權利呢 嗯 是吧 那如果現在的酒店 你知道吧 90%以上呢 是沒有獨立的秋風的 全部都是共通那個 那個空調系統的 嗯 如果你有吸煙房的話 那你賭場 能不能禁煙 請問有什麼意義呢 嗯 他有吸煙流程 大家都相信 吸完之後 經過那個空調系統 走回去 其他地方 大家一起吸的 嗯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探索這個問題呢 嗯 講來講去 OK 又說說員工健康 OK 沒問題 那麼 請問執訪的那些員工 是不是要健康呢 請問一下 嗯 是不是 那些在酒店流程當時的其他員工 在那裡吸煙流程當時的員工 又是否需要健康呢 為什麼他又這麼自私這麼合藝 只是講博彩兒 不是不是 只是講可觀 嗯 沒有講博彩兒 只是講可觀 所以林先生的認同 是不是其實 都是按照世衛的標準 就是室內全面禁煙 這個就簡單 我的意思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全面解決煙禍的問題 要麼全面 全部將它 在下面宣佈成為為禁品 嗯 如果不是 就應該給經營者自己去考慮 是否設立吸煙的場所 明白 如果他請不到人的 他請不到人 他自動就沒辦法經營下去 嗯 如果那些客人 聽見你的地方吸煙 他不來而已 你自然就沒有生意 自然就倒閉 明白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林先生 不是 還有一樣東西 你講完 是 譬如 譬如 警務人員在街上執行公務 其他的 清潔的市政人員在街上 做清潔的工作 是不是拼命吸廢氣 這也真的要說 包括在街上的廢氣 確實現在我們政府應該要去處理 包括其實 剛剛過了一個油品的標準 其實之後應該要去增加一些車輛 載用車輛的美氣標準 是的 或者鄭大班有什麼補充 不僅是這個問題 嗯 我們城市有一個低矮建築 變成了超高層建築 是不斷出現的 嗯 我們城市的空氣流通 是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嗯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如何維持我們作為一個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我們需要考慮的東西是很多的 嗯 所以 我們永遠都是處於兩害徐其興 嗯 去平衡一下 嗯 所以 你試設想一下 如果當年重山 沒有了保護東望陽 然後周圍整個市廢都被人臨到超高層 今天我們澳門人的生存環境是怎麼樣呢 嗯 但是現在又來了 在外邊 啊 包括一個宗教的墳場 啊 這麼有神聖意味的 它居然都說呢 在這裡將來再飆高流出來 所以澳門 現在是處於一種危機之中 嗯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是危機 嗯 那你有錢就沒問題了 我就溜之災了 賺了澳門賺了十幾二十億就走了 但是我們澳門人呢 嗯 我們生生世世在這方面 與澳門共存的澳門人呢 嗯 所以我們保護城市 保護空氣 我們是個整體來的 明白 或者也提提觀眾朋友 關於車兩美的問題 我們星期一澳門開港都會針對這個話題 跟大家詳細討論 我們先看看廣告客戶的食話 回來再跟大家澳門開港 歡迎回來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今天是開放話題的 歡迎大家打電話給我們 跟我們討論和交流 剛才觀眾朋友提出了一些意見 楊先生有什麼看法 現在社會民主 民主是需要集中的 澳門65萬人 可能有三千種訴求 嗯 剛才包括觀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理想 嗯 沒辦法 每個人都滿足 那麼作為政府 現在最大的目標 大阪剛才也說過 什麼叫自信 你看我是民主的嘛 你們的決定 左邊這班又說 A 你說B 然後我又說C 你們打過 每個人都抽過 看看誰做過財盤 你說多舒服 政府都不用決策了 剛才說起一件事 莊可 不是他的什麼 貴一點 但是年輕人比較 就是前面一點 你看澳門這十幾年 組織多了多少 他們發聲 那麼我們老一輩的人 上了年紀就炒菜啊 通渠啊 開車啊 在街上怎麼掃街啊 組織相對少 自己發聲 微不足道 那麼當然他講到靜下 又沒有跟他出聲 那這件事呢 我都講過 如紅掌 不能堅得 這個高度發達的旅遊城市 他不可能沒有車 那麼 世界也都意識到 環保是一個潮流 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 樣樣都有付出代價的了 開賭場 我們的子女 子孫 下一代 將來一百年後 喂 那個影響 我們已經不見了 是無法估量的 嗯 社會要發展 也是有犧牲的了 不能夠 真有一頭力 讓人都得到 當然 我們要全面顧卡 那麼有意見 可以表達 但是呢 都是需要擇重 如果不是這個社會 和政府都是全部難行的 嗯 蔡麗莎 何欺利 沒有意思 不過剛才楊先生提到一件事 我也有一點感覺 就是說 不僅擺擺台 給大家不同的意見表達 表達完之後呢 就算贏了一個 也不代表 不過我能夠行 沒有結果 這個也是一個諮詢員 是不是真的有做事呢 就算你聽誰的意見也好 似乎有很多諮詢 我現在已經刮路了這個問題 全世界 你看看日本的路 爛了地 白卡打地 路裂開 上面都是平的 嗯 假如說你夠膽就行車 澳門這個掛路 盧司長竟然說沒辦法 那我又封了一條路 長時間整 你們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的選擇 你們的選擇 喂 把球踢回廣大的市民和社會 這一點是不可理喻的 你當他們有決策 你要承擔 我也這麼做 你要長途定短途 老百姓是可以取捨的 這個政府 盧司長的言論 就是現在我的政府的寫照 明白 我們有馮山的觀眾朋友 有電話 馮山你好 主持好 馮山請教 嘉賓好 我可以說說 政府租任的商住樓做辦公 政府做辦公大樓 是 就是今年的預算 變成花了10億09千萬 大概11億左右 大概也是10億9千萬 就是差不多11億了 是 是 那麼你政府呢 我看傳媒看 就說 政府在辦公大樓說了 自己建的那些 又哭了10年了 沒有計劃 沒有時間表 那麼他現在又說要省錢 又說什麼 因為現在的賭收是低了 那麼又說要省錢 但是 他是這麼租外面的那些 又沒有那個議價能力 我前一陣子傳媒說過 叫他 跟誰租誰成 他只不過是說要租多少錢 就沒有跟誰租 就是給市民感覺 說我覺得他 就是利益輸送 搬箱勾結 那些東西 還有他現在租了的單位 是 1482個辦公室的設施單位 1207個車位 115個倉庫 那麼作為最大的土地持份者 是政府 為什麼你自己沒有安排 自己去做一個自己計劃的 政府合處大樓 有沒有搞錯 每個年年要給 現在開始要給11億去租 馮先生 也想問一些具體的意見 因為前幾天也有一個爭議 政府就說不租第二公正處 是不是第二 有一個公正處 我忘記了 因為第二公正處 有沒有記錯 第二公正處就遷出仁慈堂 就是二次停前地 那裡原來要820萬一個月租 雖然仁慈堂減到80萬 但是政府到最後都不租了 就搬去黑沙環一個政府綜合大樓 就不用增加額外支出 那麼這一步你就能否贊成呢 他現在要省 是他要做一件事的 省得少 你不租那裡 你不省 省那裡只有 那裡一年 可不可以用太差 跟你交換你的意見 好吧 我認為 仁慈堂 如果他要省是對的 是的 但是為什麼不在合署呢 要搬去北區呢 如果中區沒有了之後 我們的商業運作方面 是不是帶來很大的麻煩呢 但是他又說 是水黑尾就有一個公正處 是真的 那是不是又不同呢 合署我們做什麼呢 澳門很多圖書館 到處都是搞圖書館 合署這麼好的地方 不做法院 當時就說裝修 後來後來又改建 現在你為什麼不在一起 不可以搬去那裡呢 嗯 是吧 方便一下中區呢 嗯 是吧 我都不明白政府的人 他又說要方便北區居民 中區是一個 北區也有啦 北區也有啦 但是我們整個城市的運作中心 還是中區嘛 嗯 是吧 馮先生怎麼看 即使他去減不租那裡 是對的 但是他再選擇地方去北區啊 就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即是他減 北區是現成的地方 因為北區他現在有個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是的 那如果好像剛才鄭先生說 因為很多人都要中區辦事 他就說水黑尾就一個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思維是怎樣 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被議員 被市民追得很重要 他亂了農 你知道他的思維的 是不是 是吧 是呀 是為減而減的嘛 馮先生有其他意見 什麼 還有其他的意見 這個我們聽到 我知道其他意見 就是我問了很多次 跟誰租 他沒有說 他只不過 說了個地方 說了個赤數 沒有說誰是業主 嗯 明明不說給別人聽的嗎 誰是持份者 是不是 現在是跟火星人租 嗯 港政府來公佈他的每年的 每個月的租金使用 以及所租任的業主大廈 是這麼說的 租金就公佈了 但業主就未公佈了 是嗎 OK 租金和劇數 他公佈了 但是那個業主 有沒有公佈 是 馮先生覺得這個也要公佈了 知道 你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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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了 公佈了 你公佈了 你自己說的嘛 你實行 是嗎 謝謝馮先生的電話 因為還有馬先生的電話 馬先生你好 金周慧好 馬先生請問有什麼意見 通哥好 請問 今天我有上次的意見 很多市民都希望成本做到 因為差不多每天下班 那天公佈員 那天是剛出糧 那天他停一場 即下班 他停一場 找數 用來出門 就是那個票 那個車票 電子板 是的 過了一千元 五百元 整村人都排了 就簡直找數 可不可以全部停一場 可不可以用那個 門通來 撥一下 就不用那些人排了 馬先生 我也可以回答你 因為這裡 我也有留意到 其實之前 他回答過一些議員的質詢 就是說 應該是一二年 一三年回答的時候 就說 他隨著那些 停一場復活和合同 更新的時候 就會換了 不過真的換了這麼多年 到現在 我沒有記錯 應該最少有 只有三 應該都不足一半 是做了一個電子收費的 這個方面 我想政府要加強發行 是的 剛才說 遲著中收的事情 你覺得浩門現在 通街都是車的 為什麼會這麼多 我不是責怪政府 不是針對政府 我意思是說 遲著中收 現在是否還有 給五千元 那些人去考牌 那些事情我不清楚 應該是否會還有 是不是繼續 其實是有的 意思是 那個學車的費用 就是可以在那個持續進修基金裡購 不過入品的費用 都是自己要付 操作就是這樣的 不過馬先生就是這樣 可能私家車大家就會覺得 但是他考考一些貨車 一些職業司機的介紹 似乎都是一種職業技能 我覺得這樣會阻礙 越做越麻煩 越做越多人 那時候 那麼多人開電 打車的通街都是 還有第二樣子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扣分制的 因為如果不介意 你試著留意一下 開車的朋友 你開車看 那些人開車亂生亂葬 有個問題 不是扣分制 就是交通來搞定 度假 本公司陪 散兵就人 我覺得應該是扣分制 這樣比較 老大難的 那些人開車安全一點 真的我覺得 其實說了很多年 是的 不好意思 就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了 多謝各位 不過馬先生說 其實我想扣分制 都是其中 我們要思考的方向 但是關鍵就是 我覺得 譬如很多時候 一些基本的習慣 譬如你現在開車 你看到大家 不打燈的情況 都是基本的 經常都有 一扣分 但是執法就很軟弱 又到職業駕駛者 說我將來 分分鐘 我要吊沙包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哈哈 哈哈哈 大方兩位可以回應的 是不是吊沙包 是不是可以上一些課程 總之其實都是要他 不是說要他沒有飯碗 但是記住要他注意一些事情 有些地方上課程 又補一些分的 我講了一件事 最近看了文章 嗯 他說政府最早提出公交優先 是 錯的 是我們的朋友在電台裡面 是民間最早提出 是 我們一定要嚴格 公交優先 政府只不過按照民意 然後慢慢跟上去而已 但是現界的交通部門的首長 比上一任是積極了 所以有些公交優先的嘗試 是希望我們居民支持他 但是私家車的淘汰 不要說私家車的淘汰 舊車場的爛車淘汰 到現在 整個我們的垃圾車中心 嗯 影響了我們我們的人的顏面 都還沒處理呢 不過大班 先釋路 我們還要聽黃小姐 怎樣啊?黃小姐你好 哎 黃小姐你好 嘉賓好 嗯 有些什麼意見?請快點 好 我想講一講 就是現在那個行街 只有一千二百多人 哈哈哈哈 這個問題 我都不知道保安局怎麼搞啊 嗯 現在出現了 社會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 那幾個人又搖亂社會治安 又去接嬰兒 又去 又去在那個什麼 印度人 嗯 強姦 又去檸檬校所 這個社會治安 這個是不是覺得是一個治安的大 大宅案 找了好多的問題 問題 居民很不安的 明白 OK 黃小姐聽著這裡 黃小姐提出一個好的問題 這個真是一千二百多人 逛街址了 發財不嚴 嗯 嗯 很多藉口 變成是保護罩 保護罩 澳門繼續可以生存下去 啊 變成了質的 不過我真的聽到了 楊先生 我聽到一個個案就是 楊先生 好像有一次是一個 沒有記錯 就是非法入境的 判了牢 坐了牢 都繼續拿出一張行街紙 但是那個罪名是非法入境 那麼 其實不是即時遣發 還要去行街紙嗎 我真的聽到這個個案 所以說起都很妻 你說他不依法辦事 我依法辦事 就是那些法例 隨著回歸15年 他應該淘汰的 沒有淘汰 澳門的行街紙 是世界都有的 我舉例 我是 來到 我們來到澳門 東南亞的 我不想走 我撕了護照 那你說給行街紙我啊 尤其非洲的那些 你等我辦了護照 報了使館 給我多走 我不是在澳門去逗留 這個為什麼不改革 1200人 這1200人 我們是遊客城市 在澳門對我們有什麼貢獻 如果坦白說 警方掌握的資料 他大多數都有 不清不楚的東西在這裡 喂 如果是這個法律改革 於是俱進 對澳門有什麼損失呢 我們不是趕好的遊客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改革 去了解多 吸引多一點的人來 我們為了這個行街紙 拘留他 適應這個法律 我們特地是 張國華司長的年代 起了很多那些 我們不能夠做中途倉 他不是擺貨的 不是,是專門 收留他們的 要有冷氣 買一碗飯給他們吃 大哥,如果我來 我都不走啦 大班是不是這樣做了十年來的 我們浪費了特區成立的前十五年 最好要改革法律的時候 當時那個主管不知道在做什麼 明白 現在十五年後 我們問題成堆 是不是我們又要給現在的有關人士 十五年後 三十年後我們才改呢 不知道 我們可能都不在部了 今天多謝兩位嘉賓 確實有很多民生問題 我們必須要有政府的擔帶 去落實一些政策 千萬不要繼續緣而不決 決而不行 今天多謝大家 下個禮拜一再跟大家 我們可以說